老鼠能不能帮我拿个毛巾 那给你给你 啊那个大鼠有老鼠 有老鼠 那个大鼠 你看这个衣服都吹了三四个小时才吹得干 你的衣服是吹干 我的衣服还湿着的 忙活了一半大半天的 去乡乡吧 那个能不能借点钱我去乡亲啊 我那个我想打扮得漂亮一点 你看刚才这个也有点味道了 我想重新再买一套衣服去 都怪我 要不是我瞎了眼 把这份水破到你身上 也不至于让你耽误那么久 先要多小时我借给你吧 给你 随便买一套那个三百就行了 三百给你不用还了 不好意思了 要不我再买点礼物过去吧 也让人家等了这么久怪不好意思的 行吧 那一百块钱买点水果 行 那个我想 买个那个高跟鞋啊 这个拖鞋去乡亲了 总不太好吧 没你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不过 必须要高 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吸取教训 对 要多少钱 那个两百就行了 行吧给你给你给你 好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乱破分嘴了 行吧不好意思了 美女 大叔啊 我突然间觉得你这个人这么好 你是不是也单身了 就是因为他老是 那些你孩子都不喜欢 说我这个老是不懂的 要不这样子吧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反正我跟他也没见过面 要不我就直接跟你算了 啊 你跟他没见过面啊 我挺喜欢你的 其实我跟他没见过面 今天是第一次出去跟他见面的 我觉得今天能跟你相遇 也是缘分 哇 好吧 你跟他相亲 转过头跟我相亲 你看你对我这么好 要是我出去跟他相亲 他对我不好 那我岂不是浪费了你这么好的一个老实人 我对你好那是因为愧疚 那不好吧 反正我就知道你对我好 我就跟对你了 这样啊 嗯 那我考虑考虑吧 那个要不我们就先了解一下 我们先出去逛个街 哈哈 你就那边怎么说呢 那个我退了就行了 反正也没见过 可以 慢慢相处一下 那行嘛 我走 我们出去逛个街嘛 顺便买一套衣服 是说起来惭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肥麦 我叫大头 哎呀 你看我们的名字 你看我的名字 跟你的名字啊 听起来就是一对 天仙妹 对对对对 走了我请你喝奶茶 我请你吧 男人吧 嘿嘿 得要让我花点钱吗 那走吧 走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